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基金應付贖回,美元轉強非好市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新指數跌了582點,收報21,709點,成交有1,910億 現在的大成交,大波動的時代 港股可以說是還未止到跌 早幾天,叫大家少駐駁一駐反彈 當然現在也是,有錯要認錯,真是不好意思 不過這樣,如果你是買騰訊,阿里巴巴 我建議一些,應該也不是太大損失 因為騰訊今天也有少少升,業績也不錯 但阿里巴巴跌穿了股價 但你怕不怕?也不是很怕的 我覺得這個位置,阿里巴巴也不會太壞 是要捱的了 不過這些後話,等下再跟大家講 現在先講一下近期,為何不停滾 為何指不到跌,指不到射呢? 就是因為去到現在,那些基金要贖回 有很多對沖基金,炒焦了東西 為何炒焦了東西? 就是因為沒有預計聯儲局 在兩個星期之內,急速減了1.5利息 大幅度減息,令他們要蓋倉 一蓋倉之後,火燒連環旋 大家不停地沽了海外的資產 要應付去美國或者歐洲那些 買基金的人的贖回 於是,大量的錢流回到美國 令到美元急升,其他地方的貨幣急跌 今天港股跌五百多點 一度跌過千點 後來跌幅差不多收窄一半 其實叫做聰明了 因為今天南韓跌到飛起 因為韓環貶值了3.2% 搞到今天韓國股市跌了8%多 所以香港今天跌幅都叫做收窄 整體來看,短期來說 當然還未穩定下來 希望今天21,100的低位 暫時發揮到少許支持 不過還要等多幾天 看看是否能站穩 後市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美匯指數不要再急升 我們先看看美匯指數 大家看這幅圖 近來,噗噗噗噗地上升 上得很急的 去到101.7% 為什麼升得這麼急呢 就是錢當然大量流回到美元 錢流回到美元 避風港這個解釋其實不是很適合的 因為實際它沒有避風下去什麼 現在美國股市又跌 美債又跌 因為美國的10年期債息上回到1.1幾 1.2% 債息升即是債價跌 它最低的時候 的息跌到0.3幾 現在上回到1.1幾 其實美國的債券是跌很多的 大量資金流回到美國 你看到美匯指數這樣升 實際它去了哪裏呢 就去了蓋倉 即是將這些錢 本來借便宜美元 出去其他地方買東西 但是減了息之後 減了息不是那些更便宜 減了息 但是搞到其他很動盪 等一下再說 搞到海外那些東西 或者美國本土那些都是 很動盪之後 慘了 那些買基金的人要贖回 所以大量在海外資產被沽售 要沽回 然後調些錢回到美國 應付贖回潮 所以美元急升 不是好事 非好事 升到很高 即是代表那些錢還在一邊留 相反 如果美匯指數現在回到 例如跌穿100 那就反而 可能要調錢回去 對祖家的熟回潮 就告一段落 這樣就可能令到市場 就叫做鬆一口氣 好了 今天它這樣升 其中一個貨幣 跌得很重要的 就是英鎊 英鎊 大家看看 跌到其實35年低位 英鎊 真是慘了 現在英國疫情又嚴重 跌到1.15 35年低位 但是其實英鎊 今天的跌幅 都只是0.1% 當然年來跌了很多 由1.32 跌到1.15 不過今天單日 韓環跌得多 韓環跌得多 跌3.2% 就搞到 韓國股市今天大跌了 因為資金 其實就是沽韓股 跟著 在韓國走 離開 然後那些錢 調回去美國 韓股今天跌到8.4% 不斷跌 亞太區 真的都幾傷 美元一上去 就慘了 澳洲又減迷息 澳元都差 不過就算了 對比韓國來說 那些濕濕碎 韓國今天很慘 大跌 那些錢 調去美國之後 它又不流入股 又不流入股 債是蓋倉 要等這個潮結束 要有些耐性 那美股現在怎樣呢 昨晚兩萬大關都失手 現在是19898 最低的時候 是見過18917 189 即是19000關都曾經跌穿過 那現在每天 經常都過千點跌幅 跌到這麼急 其實呢 就超賣得很厲害 今天恆生指數1度 曾經都是跌過千點的時候 RSI都跌低到17 不過呢 收市的時候好些 由於它收回的時候 收回的時候 沒有跌得那麼嚴重 現在RSI18.24 我講的是恆生指數 都是超賣的 但是現在的超賣 明白 超賣可以超賣 超賣再超賣 因為大家是這麼猜 這個人心虛脅 虛脅呢 不過減 都有一個程度 就是什麼時候呢 看著美元 美匯指數如果它回回順 就會好些 好了 那今天 看恆子 恆子 恆子 回到現在 兩萬二都失手 是不是 不過今天 最低 見兩萬一千一百三十九點 這個呢 十四RSI 現在今天收市 就十八點多 低於二十 就已經是嚴重超賣了 過去十年 其實呢 這個都是列入十年裡面 就是其中一次最超賣的情況 那 詳細的表 明天經濟日報那裡 我向刊登 我都登過了 這陣子 其實就是等它就是二十的之下 那現在我不能夠夠膽 因為上次都說 不過就是很超賣的了 來到這些位置 會不會有個小反彈呢 我覺得 不彈得多都彈少少吧 當然啦 由於已經拼了一次 就不要拼了 是吧 現在 當然 繼續做忍者 先 等一等 等它 等它看可不可以有個好一點的反彈跡象 這樣 那當然 其實真的看你買什麼股 如果這陣子 好像騰訊那樣 就叫做 叫做不算跌得多 今天都叫有2.7% 因為業績好 業績真的挺漂亮的 純利增長29% 因為大家市場預期 它的增長其實是跌到單位數 或者是十多個巴仙 那現在有20多個巴仙 那就好 而且它接下來今年 除了遊戲之外 它就轉型去很多 例如雲服務 例如支付那些 那當然 首季當然是不好的 因為 人們都不出街 全部封城了 首季不好 首季就靠遊戲 第二、第三季 希望那些 雲、支付那些 那些好 還有那些廣告收入 那裡會好 整體來看 其實市場 都是挺buy它的業績 否則的話 它不會今天 有2.7%的升幅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就跌得多一點 但是都是一成之內的 它就跌穿了超股價 我自己覺得它超股價 就是176 你這樣看 它高位是227 你當200元 227 即25元 這裏是27元 其實這裏當是一格 175 即它招股價176 又是一格 在175之下 或者你當170之下 好像今天那些低位 就是挺順利的 那會不會更順利 當然股災的話 八五元之下都可以 那些是超順利的 但是在175之下 好像今天174 這些招股價 都順利的 在175到200之間 就中間 fair value 這樣上下 200元之上 就稍為貴了一點點 但是這些 貴一點點 就不是說 沒有可能再上去的 因為它說了 它和騰訊都是兩大最好的股份 這兩隻股份 就是等於中國 因為你真是等於買中國的 因為它們是中國最大的 那兩隻市值的股份 起碼是 你說不算那些國企 那算起來 它們都是大的 那這兩隻呢 代表中國 這兩隻呢 我真的都是看好的 如果你說再多一隻 那就啞身活 啞身活呢 今天升8.4% 因為業績好 今天物館股呢 升很多 但是相反呢 內房股今天就慘了 剛才還沒說到 美匯指數競升 美匯指數競升 美元固然上升 就是 還有一件事 就是亞洲區的 美元 債息 和 比如倫敦美元 美國的美元 之間的息差呢 是擴闊到 十年最高 當這個息差擴闊了很多 之後 代表呢 亞洲區 在亞洲區發的美元債呢 那個息呢 就要上了去 那這個就非常之不利 內房股了 所以今天內房股 一度出現一個小股災的 內房股是不利的 但是物館股呢 仍然都可以看好的 至少你看到今天都是有資金流入去 所以呢 騰訊啊 阿里巴巴啊 或者是物館股 以這個亞生物作為代表 或者另外一隻都可以的 就是這個 碧桂園服務 6098 它的業績都很好 不過今天升幅沒有這麼大 這些作為代表的話呢 就是市場是比較buy這些 這些都還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說要搏反彈的 都是這一類型股 我不贊成是其他的 其他的那些你不要找我 但是這些呢 是可以考慮的 不過當然啦 我自己都說已經是 入了一注的了 那現在既然在了就 要等等 不過如果要入就是這些 這樣的股 那再等等看看市場 會不會回穩 恆辛指數跌了這麼多 今天RSI去到18點多了 我覺得呢 超賣 那當然超賣 再超賣都可以啦 超賣如果再超賣的話 去到兩萬邊的話呢 或者甚至兩萬之下呢 我就會考慮動用第二注 才來搏反彈 就是現在用了一注 在這個兩萬一區呢 就不做事住 等到兩萬或以下呢 才考慮第二注 這樣 希望大家明白 好了 今天分析到此為止了 多謝大家收看